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马超被吓跑了 梁州很多的郡县都已归降了 这时候啊,我们该说说韩岁了 韩岁带领他手下严刑他们 跑到哪儿去了呢? 他们逃到金城去了 这个地方就是今时今日,甘肃兰州 摆开地图一看就知道了 金城离夜城,真是远的 连鸟都不想飞过去啊 曹操尽管对韩岁非常失望 但也不想跑这么远去揍他 老师远征,大哥韩岁 实在是不值啊 但就把韩岁这么晾在那儿 也不是个事儿 鬼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来造反啊 性价比最高的做法 就是策反他身边的人 韩岁身边哪个人最容易被策反呢? 毫无疑问,那就是严刑了 所以啊,曹操只是把严刑的父母 扔到监狱里,并没有处死 然后派人给严刑送了一封信过去 信中乃着性子,尊尊善诱啊 啊,那个小颜啊 你跟的这个韩岁啊 实在是为人可笑之极啊 你想我曹操 那么多次 耐下性子给他做思想工作 嗯,可谓是人质易尽了 但是他呢 依然是执迷不悟 哇,已是无法容忍啦 曹操的原文是说 观文约所为,是人笑来 无前后语之书,无所不说 如此何以赋忍啊 这当中说的文约就是寒碎了 是他的字 好了,提完了这个万恶的寒碎 曹操也顺便点一点言行在东方的家人 啊,那啥 你的老父目前平安无事啊 当然呢 生活居住的条件稍微差点 啊,在老狱之中 也别指望太多嘛 再说了 住那个地方 我老曹也是没办法 被你们逼的呀 那,我想提醒你一句哦 即便如此 这监狱也不是养老院 啊,中央政府是不可能为你的父亲养老送终的 信的原文是说 且有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 这话说的 那真是太极高手啊 有阴有阳 有软有硬 反正一句话说到底了 言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啊,你早点给我个明白话 我提醒你啊 一定要站稳立场啊 不能当墙头草两边倒啊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要把握住了 这封信也就相当于最后通牒了 言行怎么想 我们先不说 单说寒遂 寒遂很快就听说了 马超全家都被砍头了 然后又听说 自己留在京城的肉票 也被撕了 唯独就是言行 啊,单单就是他的家属得到了优待 没有被撕票 这是几个意思呀 寒遂的心里啊 就像在厨房做菜 手一滑 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啊 真是什么味道都有 啥颜色都不缺啊 难道 人才呀 思来想去 寒遂决定 发动感情攻势 把言行的心给拉回来 哎,这下好了 原来并不出名的言行 突然一夜之间发现 自己成了紧俏商品 抢首货了 对于这种两头俏的稀罕人物 哎呀 光好言好语 说服教语 估计是不顶用的 喊口号什么的 太苍白了 想留住人才 最管用的是啥 嘿 来点实惠呀 人家猎户 出去打猎 还说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嘛 哦 何况是在政治圈里玩呢 对于这一点 寒遂看得很明白 的确也挺够意思的 他给的实惠啊 是别人都给不了的 啥金银珠宝啊 都是浮云 权力地盘啊 也很苍白 哎 人家寒遂啊 是直接把心头肉 给了言行啊 他把自己的宝贝女儿 嫁给了言行 换成是别人 或自己的老板 把千金小姐 嫁给自己了 那是领导的信任 而且财色兼收 有啥不好啊 听到这个消息 估计能笑晕过去了吧 可到了言行着 他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直接say no了 哎 拜托 其实 我应该算是曹操的人了吧 你寒遂算什么呀 你看看你现在 这个狼狈样 啊 事业已经开始 走下坡路了 谁和你扯上关系 谁倒霉呀 哎 但问题是 你现在 从名义上说 还是帮韩老板打工的吧 领导意志坚决 而且脾气还不小 让你做我女婿 你就做 叽叽歪歪的 说那么多废话 干什么 哪怕言行 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 可是 胳膊始终拧不过大腿呀 只能勉为其难的 娶了韩岁的女儿了 哎呦妈呀 你看 娶老婆 搞得这么勉强 知道内情的 说言行 这是输给了政治斗争 不知道内情的 还以为 韩岁的女儿 该有多丑呢 行了 现在言行成亲了 韩岁也就放心了 咱们都是自家人了吧 你胳膊肘 总不能往外拐嘛 不过 事实说明了 哎 有时候啊 舍得孩子 你也套不着狼啊 韩岁有点想当然了 实际上 他这个成龙快婿 言行 压根都不开心 虽然 吃的是老丈人家的饭 睡的是 韩老板的女儿 但是 他的心 是归于曹操的 更要命的是 曹老板的耐心 是有限度的 留给言行的时间 不多了 再拖下去啊 这场政治比赛 就要结束了 曹操会毫不留情地 把自己的父母 变成刀下鬼的 怎么办呢 言行的心 苦得就像 隔了夜的黄连呢 这番烦恼 该对谁说呀 老天爷 看起来 对言行 还是挺宽厚的 正当言行 左右为难的时候 机会来了 估计韩岁韩老板吧 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 言行不可能叛变了 所以 就把他给派出去 让他驻守西平郡了 哈 言行这下高兴咯 摆脱了老丈人的控制 那简直就像出了笼的鸟啊 这一下 终于可以展翅翱翔 飞到曹操那找个窝了 但是 言行又想了 如果我就这么过去投曹了 没个见面理说不过去呀 就算曹操不介意 那也绝对影响到 我在曹营当中的地位 我也得讲面子 对不对 出去见人打招呼 我手上得有干货呀 所以 言行决定 为曹操献上一份精美的见面礼 那就是 韩岁的人头 言行 想把老丈人给干掉 然后 归附曹操 但是 动起手来才知道 烂船还有三斤钉呢 韩岁不是你想打就能打得赢的 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 言行只能赶紧溜了 带着家人 偷奔曹操去了 哎呀 这当中 最可怜的 应该是 韩老板的女儿了吧 看着自己的老公 去打自己的老爸 这份扭曲 真是想说都说不出口啊 言行 终于唱着 鬼来吧 鬼来吧 投到曹操这儿 虽然 时间是有点晚 但曹操还是很欢喜 一来 就把他封为猎猴 当然 这个时候 最吐血的 应该是韩岁了 活了大半辈子 人生几乎都在造反了 到了现在 才知道 什么叫强扭的瓜 根本不甜呢 这事发生以后 韩老板 感慨万千 我真是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连自己的女婿 都拿自己开刀 哎 起意也怪哉 怪哉啊 好了 女儿 没了 家里缺了一口人 女婿跑了 自己的队伍 缺了一票人 再加上 现在韩岁周围 都是曹操的势力 可以见到 未来的路 是越走越窄了 韩岁 真是有点灰心丧气了 甚至开始想 哎 今亲戚篱盘 人重转少 当从枪中西南 一鼠尔 这意思是说 往西南走吧 经过枪足聚居的地区 向南投到巴蜀去开饭吧 而在这个时候啊 韩岁想投的义州 已经快成刘备地盘了 刘备正在率军攻打义州呢 假如 韩岁过去了 指不定哪一天 又能碰上马超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个人还可以捐气前贤 把酒言欢 共化友谊呢 但是 韩老板你这么想 别人可不认为是这样的 他手下有个部将 叫程公英呢 他觉得 老韩老韩是真老了 老成这副德性了 你还东奔西跑干什么呀 那 老板 你不用想了 我已经为老领导您 量身定做新的就业方案了 程公英的方案 就是 打游击 他对韩老板说了 将军你怎么就这么认财了呢 不就是个夏侯渊吗 啪什么 又不是曹老板 啊 不对啊 又不是曹贼亲自来 更何况 他也不是老虎 对不对 我们现在 停留在枪族的地盘上 啊 梁州啊 我们熟的不能再熟了 只要他们来了 我们就躲 他们走了 哎 我们就招呼少数民族兄弟 再次举誓 嗯 一把就把本钱翻回来嘛 招呼故人 碎会枪胡 有可亦有为也 这总比去一周给别人打工 看别人眼色要强嘛 韩岁听了 程公英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以前 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 现在 成为游击队了 虽说是越混越差了 但总比到益州 看别人脸色形势强吧 寄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谁能保证 那个刘备刘大耳朵 就一定比曹操强呢 哎呀 算了算了 凑合凑合 就这么过吧 于是 韩岁决定扎根基层 开始他的第二次创业 韩岁就是当地人 就是金城人 以前 对枪 胡人 都是不错的 群众基础比较好 所以 二次创业 工作开展的 还比较顺利 那些少数民族兄弟啊 平日里 受到朝廷的欺压 真是穷惯了 苦惯了 一听 韩老板这位领头羊 带头大哥 要率领大家 造反致富 笨小康 人人眼睛都红了 红完之后就变绿了 这样的好事不去干 那不就成了 草原上的傻瓜了吗 最后 一定会被蓝天上 翱翔的老鹰 叼走的 哦 有这种心理状态 那就对了 韩岁 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 又组织到了一万多人 正所谓 手中有枪 心中不慌 麾下有病 脑子 门清 韩岁 很快野心又膨胀起来了 再一次 向东面 逐步逐步地发展过去 韩岁这条老咸鱼 又翻身了 夏侯渊自然就感到威胁了 一万多人 对于韩岁来说 不算少了 混成一个地方土匪 或是山带王啥的 那是够用的 但梁州地盘有多大呀 想在这儿打出一片天地 还得面临夏侯渊这样的猛人的压力 那就显得比较紧张咯 建安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214年春天 这个时候 张和刚刚把马超给赶跑 而与此同时 韩岁也正打算和夏侯渊干上一仗 只不过 这韩岁马超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灵相通的 两个人都是银样辣枪头 打起正规军来吧 根本就没底气 连接触都没有 立刻撒鸭子就跑 哎 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呀 这副德行 跟马超真是有得一拼呢 但结果是不一样的 马超是一口气跑到汉中了 张和追都追不着 但是韩岁不一样 他跑到略阳去了 夏侯渊 却死都不肯放过他 等追到离韩岁 还有二十多里的时候 手下的将领建议说 要立刻对韩岁发动攻击 或者首先去攻打兴国 兴就是复兴的兴 他们认为 这两种方案 不管是哪一种 都能直接对韩岁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是没想到 夏侯渊却拒绝了 也许有朋友说了 哎哟 这就是夏侯渊 刚愎自用 脑子不好使 身上毛病一大堵 好好的建议你不听 活该你后来死得这么难看 不过这种形象 只存在于小说里 真正的历史上 夏侯渊可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他拒绝部下的这个建议 是因为他有更好的计划 夏侯渊击败韩岁的计划 是什么呢 下一次 接着为您说 就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